Ms.C.C. 郁彌坤 M.C.H. 郭文貴 M.C.C.C. 郭文貴 M.C.C. 郭文貴 好想 知輩 讓我們 在聆聽主的說話 以先讓我們一起 再次借助託告 將我們心思意念 交給我們全為神 讓我們一起 同心低頭託告 父神 多謝祢 祢比我們有生命 讓它活在地上,讓我們經歷你的創造, 而更加讓我們有機會打開你的親身的說話與啟示, 讓我們可以知道如何預備在這個永恆當中與你同活, 我們獻上感恩。 求主你的帶領,讓我們每一個屬你的兒女, 能夠在崇拜的裏面藉著你的啟迪, 能夠明白我們在這個地上所當作的積分、角色, 以及如何能夠在當中將上帝你的榮耀賢明出來, 求你的幫助。 讓無論是說的、聽的, 都同樣在這段時間裏同蒙恩福, 我們的討告、感恩、奉靠主耶穌基督得成的名字以靠。 阿門。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 《教曉徒弟母師父》,有沒有聽過? 這句說話通常從以前來算是說一些人打功夫, 在武館裡面。 因為師父就很害怕把所有自己的絕招都教給他自己的徒弟。 於是有一天那些徒弟不生性的話, 然後就反過來用你教的絕招來攻打你, 攻擊你,奪取你做師父的位分。 講得聞一下,叫賭歌雙向。 所以這個所謂《教曉徒弟母師父》這句說話, 其實是一種自保的態度。 後來這種觀念可以說是發揚光大, 在不同的人物生活裡面, 都可以說是天天都在運用著。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怕, 如果我將所有所懂的東西, 所曉得做一門的手藝的竅門, 講了給你知的話, 結局可能我連我自己的生意都沒有了。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我住在香港, 在香港的時候, 中西區有很多傳統工業的, 其中一個傳統工業就是那些積騰, 積騰那些我們叫做山貨舖, 知不知道什麼叫山貨舖嗎? 山貨舖專門賣那些煲啊, 沙煲餐餐, 那些蒸籠等等那些東西。 以前就不像現在這樣, 我們這個世界現在浪費得很厲害的。 那不就丟了, 不適合就去淘寶,去貓那些買過, 很便宜的, 是吧? 以前不是的, 我還記得我的年代如果家裏, 因為我家裏做工場, 我們做工場就是要用很多大的篩, 那些篩就是穿洞的, 用一些藤漬的, 那些篩很容易穿的, 因為藤漬, 我們要放進一個焗爐, 不是焗爐, 一個乾櫃那裡吹乾它, 那些篩就很容易過一段時間就會穿的, 因為乾了就斷了, 那最初我們不懂怎樣做, 就拿回去山貨店, 有一個專門的店鋪, 專門是做篩的, 做蒸籠的, 那那個人就在這裡幫你補回這些篩, 因為這些篩都挺貴的, 但是通常我媽媽當然是教我這個這麼重要的使命, 就說阿權, 那你就馬上拿一隻篩去找人弄弄它, 補回它, 我給你幾元, 那你就搞定它, 那通常我就去到那個篩, 弄篩的店鋪, 那山貨店那個人就, 欸,帥哥,做什麼事? 那我就說, 老闆來補篩, 那篩就穿了, 那他說, 那行, 你回頭回來, 通常他都是叫你回頭回來的, 那我就, 通常就不會, 不會到處走的, 我不是那些喜歡到處走的人, 那我就, 我老闆來, 我站在這裡等你, 可以嗎? 他說, 站遠一點, 那我為什麼要站遠一點呢? 我最初都不明白, 那他叫我站遠一點, 那就站遠兩呎, 然後轉過頭, 然後就看看, 啊, 看看他怎麼補回那篩, 補回那篩, 為什麼? 我心裡這樣想, 第二天, 如果那篩篩穿了, 我會跟我媽媽說, 媽媽, 不如讓我幫你補篩吧, 不要給錢人賺了, OK, 那這張心態我仍然都有, 他每次來到加拿大都是, 剪草機壞了, 又自己拆了, 又弄過他, 就是不要給錢人賺, 就是已經全世界的人都說, 剪草機用了十幾年, 什麼本都歸了, 不是吧? 我說,不是吧, 整整他吧, 那老闆就說, 帥哥想偷師嗎? 學補篩? 為什麼他不想你學會了他的門手藝, 連生意都沒有了, 其實就好像我心裡裡所想的東西? 究竟人生, 是不是真的要活在這種狀態裡面呢? 我經常都會問一條這樣的問題, 後來呢, 當我自己年紀大一點, 年長一點, 那很多時候呢, 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 我的數字就很漂亮, 我雖然讀文科, 但是我的數字就很好的, 因為我的數字是自收的, 加上我的師兄也很教我, 那我就學會了一樣東西, 每逢自己懂得一樣的手藝也好, 一個學識也好, 如果有人問到我, 我一定會把最好的告訴你, 我不會說, 怕我講完那個竅門技術, 然後我怕你認識了之後, 就會反過來以後威脅我, 我不會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個特性, 就是我很喜歡學新的東西, 就算在同一個學問的裡面, 我會經常重複去revisit重溫, 重溫的目的不是使得他更加熟, 而是我想看看有沒有一些辦法, 可以使得他更加的進步, 而天國的子民其實就應該是有這種的熟靈生命在他裡面, 所以當我做牧者的時候, 有些的弟兄姊妹就會說, 為什麼牧師, 我聽你的講道, 和其他牧師講的同一段講道, 是這麼不同的呢? 我說, 這麼不同的地方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不是都可以在聖經裡面找到? 因為我在同一段的聖經裡面, 會不住這樣去學習, 最簡單的例子, 如果大家熟悉我的, 我是很喜歡講《舊玉聖經》的約拿書, 約拿書我自己大謊說, 我可以重複講了四次的了, 成卷書, 為什麼每次講我都有些新的東西去學得到? 因為每一次都會有一個更深入的發言, 對上帝的說話又有多一重的了解。 上帝的子民是一種心智, 不是將一些東西去藏起來, 以防止其他人去盜取或者自保自己那種優越地位, 反而是會有一個願意將最好的向人分享, 而傳福音的動機也是因此而去推動。 因此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看這段聖經, 就給了一個題目, 叫做全程投入天國, 作出傾郎相受。 文字就比較文雅一些, 什麼叫傾郎相受? 就是將你所有的東西, 在袋子裡面的東西, 都將它提出來, 去教授給別人的認識。 不是藏起一兩招, 怕某時某月你的徒弟會過來反咬你一口。 而這段的經文,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至五十二節, 就是要總括, 可以說是總括整個《馬太福音》 來到這段聖經的比喻篇的完結點。 亦都是說比喻耶穌最後要門徒明白的重點。 如果大家回到之前看, 從第十三章裡面, 我們已經從殺好種的人的比喻開始, 到上個星期, 到上個星期我們所看到的 《殺好種的人的原主》 對《拜子》傳流的比喻的意義。 今天我們來到最後一部分。 在這個部分, 總共有三個的比喻, 組合在一起。 做什麼呢? 其實是連接上上文, 從之前我們所說的一個有屬天智慧的人, 或者屬靈人。 因為當他們能夠準確去藉著聖靈明白 上帝的心思意念之後, 他們會去做一些合乎上主心意的事。 但是做的事是怎樣去做呢? 這個就是今天這段聖經要說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作為基督, 我要愛主, 愛上帝喜悅祂的話, 那怎樣做呢? 我們明白了。 我們要明白了上帝的心思意念。 給熟靈的VPN虛擬網絡, 能夠打通經驗, 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 看得明白上帝的教導。 但怎樣實踐呢? 今天這三個連續的比喻, 其實就是讓我們作為神的子民, 去學會怎樣實踐。 而這三個連續的比喻, 亦都是回應先前所講到的這個墨子的比喻, 或者是芥菜樹的比喻, 以及烤的比喻的一個互相呼應的一個結構。 所以其實第十三章是一個很嚴密的結構來的。 如果我沒有機會跟大家查經, 如果有查經, 我可以跟大家畫一幅圖畫, 將整段經文拆開一件件, 然後去砌起來。 原來他是這樣去互相呼應的。 前者,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這個墨子的比喻, 殺好種的比喻, 戒樹種的比喻, 以及敲的比喻, 其實都集中於去講到, 當一個人存著順存的心思意念在主裡面的話,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看起來, 我們是好像很沒什麼力量的人, 微不足道的人。 但是原來當我們願意放在原主的手上, 或者用我們熟靈一點的說法, 將我們放在上帝的手上的時候, 上帝就會將我們的恩賜全面這樣發揮, 顯出一個應有的異人的生命力, 就好像在第十三章第四十三節最後尾所說, 我們有異人的生命就好像光一樣, 將太陽一樣顯露在這個世界裡面。 而這個顯露的過程是上帝所安排的。 那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怎樣顯露,怎樣做呢? 今天我們就會去看一下這段聖經了。 這段聖經我們分為兩個的部分一起去看的。 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在一連串去看一下, 原來屬臣的子民有一個特色, 他們就是會積極主動去尋找自保。 天國的子民有一種積極主動的態度去尋找天國的自保。 而第二個部分呢, 就會是說到屬服天國的人, 他們在當中怎樣去服侍上帝的時候, 會發生一個新的面貌。 那我們分這兩部分去看。 第一部分, 我們會去從第四十四節至到第五十節去看一下。 那不如我們去讀一下吧, 又不是很長而已。 這段聖經, Joe雖然讀了一次, 那我相信大家讀多一次都可以幫助到我們明白的。 好,我們一起打開聖經 《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13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可以從第四十四節讀到第五十節。 好,我們一起讀吧。 天國好象寶貝藏在地裏, 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 歡歡喜喜地去便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 天國又好象買賣人尋找好珠子, 遇見一落我重價的珠子, 就去便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塊珠子。 天國又好象殺妄在海裡, 聚龍各樣水族, 妄忌滿了, 人就拉上岸來, 坐下, 選好的收在器具裡, 將不好的丟掉了, 世界的無料也要這樣, 天使要出來從二人中, 把惡人分別出來, 雕在火爐裡, 在那裡, 必要, 哀哭徹此了。 在這裏連續三個的比喻, 都有一個同樣的開頭, 說這三個的比喻都是, 天國好象。 這句說話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句說話。 即是說, 將來我們每一個屬神的子民, 我們期望進入的永恆的角度, 是怎樣怎樣活的, 怎樣運作的, 在那裏, 大家的心態是怎樣的, 似, 似怎樣呢? 現在給一些預告給大家看一下, 好嗎? 在這裏, 原來在天國的裏面, 有三種不同的狀態, 是表達出來的。 我們分別看看這三個不同的狀態怎樣。 第一個狀態是說到, 在一片地土的裏面, 隱藏了一些寶貝。 原文聖經的字眼是有一個寶藏。 OK? 他說天國好像一個寶貝藏在地裏面。 我們就要問, 誰放在那裏? 不是大家突然去一個山頭, 然後挖一下挖一下, 然後有黃金, 不是的。 留意, 據聖經的說話, 是有一個寶貝藏在地裏, 是有一個人, 是刻意地藏在這個寶貝, 是刻意地藏在地裏面。 即是有一個寶盒, 有些珠寶,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最珍貴的東西, 有一個人刻意地藏在那裏面。 這樣就說了一件事給我們知道, 原來有一個人是想你去, 用一些時間去找。 你要用時間去找。 好了, 我們繼續看吧。 人遇見了, 就把它藏起來。 和合本這裏講到, 好像很萬不驚異的, 哎呀, 英文有一個字眼叫, Hit, Hits you on the street, OK? 即是, 我碰見你, 是不是這樣意思? 不是呀, 如果看回英文的聖經的時候, 我們就會, 因為你沒有原文無合本, 即是沒有原文希臘文, 我只能夠用英文跟大家說。 如果看回英文聖經, A person found, 它是一個主動的尋找, 在希臘文裡面, 是用一個主動詞, 我們叫做indicative mood。 indicative mood是什麼意思? 一個人是主動去找的, 不是偶然碰見, 不是這個意思。 而且是怎樣呢? 它是持續地去以找寶藏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他是不是有空去找呢? 不有空去找呢? 不是這樣的。 他是主動去找的。 這個人怎樣? 主動去找, 他終於被他找到這個寶藏。 找到之後做什麼? 同樣馬上他的行動就是, 把這個寶藏先收好。 收好, 保持, 等於別人找不到的。 原藏, 如果別人想找的, 他又要刻意去找的。 所以換句話來講, 天國裡面最珍貴的東西, 就不是, 看看碰着哪天我在街, 有個基督徒走過, 你信不信耶穌啊? 信, 旗子就信了主。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信主的過程, 是一個信徒, 一個人, 是真的對真理有一個沉索。 那你說, 我未信主, 怎會有一個沉索真理的心態呢? 大家, 弟兄姐妹, 這個部分就是聖靈的功夫, 不是我們的功夫。 聖靈怎樣有一個人去追尋真理呢? 你想回你自己, 你自己是怎樣開始接觸上帝? 哇, 我接觸上帝的過程, 其實是挺忌憑的。 當時, 我沒有想過, 我不懂什麼上帝的。 不過, 這麼巧, 在那時候, 我正在讀書。 讀書的時候, 我成績又很好。 但是, 為什麼始終沒有大學收? 這個見證, 我講過很多次了。 那時候, 我就問, 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一個難題。 但是這個難題, 不是促使我去想, 我找個神來滿足我的要求。 而是, 我回來去想, 這個世界的運作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就算成績那麼好, 我為什麼在這個成績那麼好的狀態之下, 我還有什麼地方, 我自己從來不發現到的呢? 我覺得, 我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學生了。 成績不是差了。 我沒有去搞這搞老了。 沒有浪費父母金錢時間了。 但是怎樣? 原來我就發現到, 咦?還有一件事。 我的罪在我裏面, 即使我在好的時候, 仍然, 我的罪沒有離開過我。 直至有一次, 我聽港道的時候, 有一個傳道人就說, 你的驕傲可能就是你的罪。 我的罪, 就是因為我認為我是這個世界最好的。 當這個世界的人, 認為自己仍然是這個世界最好的人, 這個人其實就仍然在罪裡面。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當一個人, 他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他認為自己做得不好的時候, 全部是賴別人的不好的時候, 那個人就是未信主。 但如果當自己做到盡, 都仍然做得不好的, 做不到的, 而反思自己用還有沒有什麼缺陷。 這個就是上帝藉著聖靈, 觸動我們去想一下, 我們的熟靈生命是怎樣。 這個人, 找到了, 他把它收好, 然後他怎樣呢? 我們看完他, 跟著那句話吧。 然後他就說, 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买這塊地。 這個人, 在這個時候就很開心。 開心其實不是那麼準確的翻譯來的。 他全盤深思意念, 全盤深思意念, 去將所有的他現在得的東西, 把他賣掉。 然後去換取, 或者去買這一塊藏有寶貝的土地。 他不是用不法的手段嗎? 弟兄姐妹, 他不是用不法的手段嗎? 他不是在舊約的聖經的時候, 阿哈王怎樣想奪取隔離鄰居那塊土地, 你於是乎, 跟太太說, 我得不到那塊地, 人家的祖居, 他不賣給我。 然後他太太為人弄死了隔離鄰居, 然後得到。 他不是用這種手段。 這些舊約聖經的故事, 大家要回去看看, 是聖皇紀的。 他不是這樣做的。 他把他自己有的東西賣掉。 有付出地, 去買一塊在裡面有寶貝的地方。 所以, 簡單一點這樣說, 第一個特點, 我們會看到這段聖經的這個比喻, 就是這個人, 他願意付出, 而不惜代價, 傾郎而出地去, 為了得到, 他所一直找, 而真是被他找到的這個寶貝的地土地點。 合法地去獲取這個寶貝。 這是第一個比喻。 第二個比喻, 又是天國好將。 有一點技術性的東西。 如果你看英文聖經, 他會用again開始的。 如果你看英文聖經, again, 45節開始, 47節又again。 這個寫作手法是馬太很罕有, 有特意的用法。 因為, 馬太通常說一連串的東西, 通常都是用一個字眼N, 希臘文叫Kai, OK? 連著的, 一、兩、兩、兩。 但用again, 那邊呢, 就有一個提醒信徒, 有一個共通點, 是前者跟這個, 第二個有關, 而第二個又跟第三個有關的。 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們就看看吧。 這次說, 這次說, 天國好將, 買賣人, 尋找好珠子。 如果我們仔細看, 什麼叫買賣人呢? 就是一個商家, 或者商股。 這個商人呢, 他買貨, 就不是, 碰巧有什麼好貨, 是不是? 不是這樣的。 他說, 刻意地去尋找, 好的珍珠。 他刻意尋找, 所以英文聖經又是, 說什麼? 他說, in search of fine pearls, 這裏不是只一顆, 是一批的。 OK? 這個商家, 或者商股, 原來他一直是, 有一個使命, 在他的日常生活的裏面。 他是要一直去找一批, 尚好的珠子。 簡單一點, 就是刻意去做的。 我爸爸呢, 做海味的。 我爸爸呢, 老實說, 我見他的時間很少的。 現在更少了, 現在, 上個星期, 我上網跟他聊了一陣子, 一陣子就真的老了很多了。 真的老了很多, 真的很老了。 真的很想念他們。 但是, 我爸爸, 為什麼我見他很少呢? 因為他做海味的緣故, 他要每一天很早, 出到南北行買貨。 其實也不是我爸爸, 傳統工業很多都是這樣。 譬如, 你知道做魚生嗎? 你懂得買魚生嗎? 你喜歡吃魚生的嗎? 買魚生, 你知道買魚生的老闆很早起床嗎? 你說, 牧師, 你怎麼知道? 牧師走過去日本旅行嗎? 你去那個叫什麼魚市場嗎? 不要說了。 捉地嗎? Eric, 我都去過了。 你去參觀他嗎? 早上四點鐘, 五點鐘入場, 六點賣完的了。 OK? 你說, 我七點鐘才起床才去看。 行, 你七點鐘就去吧, 看人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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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你去看看魚, 是吧? 我爸爸很早起床就去買貨, 他說, 為什麼? 他說, 你不早點出行, 他叫出行, 你就沒有機會去看看那些貨是怎樣。 好的貨, 很快就被人買光了。 你越早出去, 你越有機會看到哪些好的貨, 你趕快就好買了, 一見到你就好買了, 如果不是, 轉頭就會沒有了。 那當然啦, 買貨當然有很多 Kickickickockock的東西啦, 不說了, 在這裡, 很多狡猾的東西, 但是, 你一定要很早, 要跟那個相熟, 賣貨的人是信得過, 不然你買了之後, 你買了一等貨, 給你下等貨, 那不行的嘛, 是吧? 這個買珍珠的人, 特意去尋找一批好的珍珠。 簡單來看, 是一個珠寶專家, 他經常主動地去尋找一批好的珍珠, 不是意外地去碰一下運氣, 不是, 真的是去尋找的。 聖經說什麼呀? 第四十六節, 我很不喜歡和合本的翻譯, 遇見, 即是說到好像偶遇一樣, 不是偶遇的, 不是碰運氣的, 是他真的找的時候, 找到了, 所以英文聖經說, on finding one pearl, 他真的找到, 然後怎樣? 那裡的珠寶是很直接, 於是怎樣? 他就賣了他一切所有的, 買了者果珠寺。 這個果字, 或者裸字, 我也不會讀, 因為我老師, 我中文老師教我, 兩個讀音應該讀裸, 有人讀果, 那我就不敢說了, 因為我不是中文專家了, 原來他持續地去找, 一直這樣找, 終於找到一批珍珠的裏面, 有一粒是很值得去去到, 花盡他現在所有的珠寶, 賣光它, 毫無猶疑地賣光它。 而且怎樣? 為了這粒珍珠, 去將所有他有的東西, 去換取。 各位姐妹, 這兩個比喻, 已經說了一些共同特色給我們聽, 主動。 第二, 有付出。 第三, 他的付出是毫無猶疑的, 因為他見到更好的。 第三個比喻, 殺亡的比喻, 47、48節。 有看過了, 天國又好象, 殺亡在海。 這次有點不同。 這次, 天國, 是, 好像一個行動。 有沒有留意? 殺亡在海。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漁夫, 是何時殺亡的呢? 是, 那些姊姊姊姊姊姊, 你有沒有讀過主日學的? 來, 讀過主日學的那些。 半夜。 好, 剛剛晨禧的時候, 我們叫做dust time。 OK? 然後就怎樣? 就出海了。 通常出海, 是不是一個半個人出海? 不是的。 一對人地出海。 在這時候, 再說一件事給我們聽。 這一次, 就不是一個人, 是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一起出去, 殺這個漁網, 在海當中。 並且怎樣? 魚到很多漁獲出來。 所以, 本聖經叫做, 醉籠各樣水族。 文雅到不堪。 簡單來看, 拋個網上去, 什麼魚都撈上來。 然後, 第四十九節說, 第四十八節說到, 這個漁網不是空空, 不是半滿, 而是滿滿地去撈取。 是漁民刻意用心花時間, 但, 廢盡心神頂著眼睡而出去。 是吧? 然後怎樣? 他們撈到那些網魚之後, 就一起把這些魚拉到岸邊, 然後就拉上岸。 最後, 就把他們放在岸上, 就坐下了。 坐下做什麼呢? 選好的, 收在器具裡。 將不好的, 丟棄了。 他做了一個分類。 到最後, 這個比喻和前的比喻再進一步。 之前就說到, 願意傾郎而出, 買最好的。 但來到這裡, 就要在魂魂當中的裡面, 找些有價值的。 而將些沒有價值的, 將它丟棄了。 耶穌擔心門徒不明白這個的, 簡選的過程。 簡選的過程。 Election。 於是他49節這樣介紹了。 一起讀吧。 世界的沒了也要這樣。 天使要出來, 從二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 雕在火爐裡, 在那裡, 必要通俗切齒。 弟兄姐妹, 再一次告訴我們, 原來耶穌說的這個比喻, 是比喻到末後的境況。 誰出來做修葛, 誰出來把那些不好的東西和好的東西分別的。 是天使, 不是你和我。 再次強調, 原來今天很多傳道人在教會, 經常說, 我們出去修葛了, 傳福音之後, 我們要開報道會, 就修葛了, 回來, 然後那些信徒都回到教會了。 不是呀。 今時今日, 不需要你修葛的。 你需要的就是, 好好地做好你的工作, 要栽培你, 栽培你, 去魚, 就魚。 但回來, 會有按照主的心意。 誰是主的心意? 在這裡所說的, 就是天使的主。 天使只是做那個行動, 分類的過程。 好像漁民一樣, 誰決定魚是有價值和沒有價值, 是漁民, 可以賣得到錢的, 就是有價值的, 留下吧。 沒有價值, 調掉它吧。 我們已經說過了, 主要學, 做漁民, 做漁民, 是要曉得哪些東西, 是可以很快賣到錢的, 是不值錢的。 魚, 賣到錢的, 它撈上來。 如果撈上來的東西是垃圾來的, 那些不值錢的東西, 它寧願放回海海。 兄姐妹, 這裡歸納了些什麼的內容給我們知道呢? 頭兩個的比喻, 是講到一個屬臣的子民, 是有一個行常的主動的尋找活動。 它不單止要找有價值的東西, 而且它要找最有價值的東西。 好像那個, 在地的裡面, 它找到一個寶藏, 它把它好好地去收藏好它。 然後用自己的付出去擁有它。 第二個比喻, 甚至怎樣, 在最好的珍珠的收獲裡面, 它要找最珍貴的一粒。 你買一粒, 珍珠不是只買一粒這麼簡單, 你一買就買一批。 買那批裡面, 你為了一粒最好的, 你去付出。 然後去到第三個比喻, 你在整批裡面, 只是找那粒最好的, 有價值的拿出來。 所以, 讓我們看到, 一個屬神的子民, 其實他有一個屬靈的生命, 是很嚮往在天國裡面, 去跟最珍貴的走在一起。 這個就是天國子民所今天應有的表現。 我就來做這個反思一下了。 你今天經常說要做基督徒, 經常說想做一個信徒, 你為了什麼要做一個信徒? 因為我今天不太順暢, 如果做了基督徒上帝, 會護體, 會保護我的。 如果這樣說,對不起。 你太短見了。 一個真正的信徒, 為何想期望作為一個屬神的子民? 是因為你很嚮往, 往後在永恆的裡面, 是能夠跟上帝這個最自保的在一起。 而弟兄姊妹, 為了解決當前問題而相信主, 這種不是真正的相信。 難道如果上帝不解決你當前的問題, 但卻可以讓你在永恆生命裡面有份的話, 你就不會去追隨主。 今天很多信徒表面上好像是信徒, 但是其實我們的生命生活冷冷閒, 對上帝的說話又不想用功夫, 最好就是速戰速決, 有問題的就立刻解決, 啊,上帝就靈驚, 這個就是好的上帝。 還是一個上帝, 無論或生或死, 都能夠與你同在? 這個是你欣賞所期望的。 司徒保羅就有這樣的生命。 很可惜, 今天的教會, 將教會變成一個娛樂中心。 最近我學會了一個字眼,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教會, 很多時候運作是一個叫做 Worship-Tainer, Worship-Entertainment, 這種觀念。 你來到教會, 我是按你的喜好, 來到去安排教會的設計。 使你來完教會, 有一種覺得滿足的感覺。 那你就來到去履行了神的子民的身份, 應有的責任。 這種思維是一種治愈的心態。 Worship-Tainment。 為了自己來到教會, 享受覺得好像上帝一樣。 還是你好像這三個比喻的裡面, 那個人這麼積極投入呢? 是有付出的呢? 我最可怕見到有些傳道人經常說, 今天弟兄姊妹有沒有東西拿回家呀? 你有什麼東西拿回家呀? 你不是來做買賣呀? 弟兄姊妹 很可惜, 這種觀念, 廣泛流傳在今天的教會, 這個世界裡面。 而耶穌在這裡用了這三個比喻, 就告訴他們, 新正屬神的子民在今天的表現, 不是像今天的教會那樣的狀態。 是有所投入, 有所委診, 是主動的, 不是被動, 不是來買一個Worship, 買一個宗教活動禮儀, 買一個安慰的說話。 因為有一個神職人員說, 你得救了就是這樣。 不是呀! 我再重複說一句, 牧師說你得救, 你不是一件最大的喜事來的。 上帝說你得救就是一件喜事。 牧師的責任, 不只是幫助你找, 確認你是屬神的子民。 牧師是陪著你一起去尋找這個真理的主。 而主的使者在最後分辨出來的時候, 亦都可以告訴你, 將異的人從不異的群體裡面去分別出來。 這個這樣的介紹, 是提醒讀者, 今天, 你和我所活在的世界裡面, 包括教會裡面, 不要想著這個, 一個好像天國, 一個烏托邦一樣。 這個教會, 這個世界, 充滿很多不信的人。 很多假信的人, 上帝就擺在你的裡面。 即使將你在這個群體裡面, 最終上帝會找你出來, 抽你出來。 但你是不是那個值得上帝抽你出來, 最珍貴的一個呢? 在這一點, 就引申另一個層次的分析, 和體會了。 聽知妹, 不要經常以為, 上帝叫你和我去做的事, 即是叫你去做。 上帝自己都做的。 當你和我在這裡, 正是很積極去尋找上帝的時候, 天國最自保的上主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上帝其實也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裡, 會選出那些屬臣的子民出來, 即是找他出來。 不是, 耶穌是甚麼來的? 你說, 我偉大, 我付出一切來追求真理, 所以我可以回去上帝, 不要那麼自大, 你知道上帝付出的是甚麼嗎? 耶穌基督讀生的兒子, 耶穌基督, 來找你和我回來。 這種相互的關係, 這段聖經我告訴我們, 上帝不只是要你去尋找他, 他也來尋找你。 但在這個尋找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和上帝有一個交心的情況。 英文很漂亮, meetings of mind, 心意相同。 好, 當我們明白了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上帝跟著要怎樣, 讓我們在當中實踐了。 第五十一和五十二節, 我們一起打開, 一起讀了,好嗎? 五十一和五十二節。 耶穌基督說, 這一切的幻, 你們都明白了嗎? 耶穌基督說, 我們明白了。 他說, 凡民事受教作天國的門徒, 就像一個家主從地婦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這段聖經我給了一個題目給他, 副題叫做, 屬服天國的律法師的新面貌。 耶穌在這裡一開始跟門徒這樣說, 你們明白嗎? 其實這句說話是回應什麼呢? 如果我們仔細看回整章的十三章的時候, 原來是回應耶穌在第三十六節的時候, 跟門徒說話的時候, 門徒問耶穌這個問題。 是的, 請把前間拜址的比喻, 講給我們聽。 耶穌說了這麼多東西, 解敗拜址的比喻內容之後, 用這三個的比喻, 然後問門徒你們明白嗎? 留意門徒怎麼回答? 我們明白了, 其中包括, 隔離人又大。 那麼我想問, 他們是否真的明白呢? 他们说明白了 如果明白都还要出卖耶稣的人 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活该死 耶稣来到这一段圣经的里面 其实是借着这条问题 介绍了一个新的类别 的属神子民的身份 这个类别的人物是叫民事受教作天国的门徒的类别 这个民事不是一般一路我们所看的 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些民事祭司法尼塞人 他们直根于耶路撒冷的权柄 他不是这批 这批的民事在耶稣里面说得很清楚 是受教作天国的门徒 是一个全身的类别 简单的来这么说 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明不明白 你们如果说明白的话 你们就应该是受天国的教导 来训练出的天国的门徒 如果你的表现仍然是同一个不信主的人 甚至出卖主的 好像家内人猴大的人 那你就死得心服口服了 同样道理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仍然会相信主的 那你的得救就百分百肯定了 天国的门徒是受教于天国的教导 究竟他们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 现在就告诉我们了 他的表现是 像一个家主从地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做个小小的调查 听节目有没有人读过 马太福音的承卷书 看过了 有没有读过这一节圣经 有啊 你知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其中一段最难解的圣经 所以一般全道人很少听见这一节圣经 就像一位家主从地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说什么 一个民事受教作为天国的门徒 好像在地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说什么 语无伦次 好像飞了它 这段圣经是假的 拔了它 你知不知道很多基督徒经常说人新派那些 特别说人新派的那些基督徒 其实他最不尊重圣经就是那些人 因为他一见不懂他就走的了 又说这段圣经不在原文啊 或者怎么样 不是啊 这段圣经是在原文的 这段圣经怎么解释呢 我解释给大家看好吗 你想想知道 你想想知道 想知道我就解释不想知道就收工 想想知道 主席 好的 耶稣说你要拿一些东西出来 这个动词 拿一些东西 什么时候要拿一些东西出来 好像刚刚听过 哪里听过 刚刚那三个比喻就说了给我们听 拿一些东西出来 第一个比喻 将你所有的财产 有的东西 卖了 拿出来做什么 买那块土地 当你看到那粒珍珠 是这么珍贵 在一批珍珠的里面 最珍贵的当中的最珍贵 有一粒 又卖了你所有现有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 是为了这粒珍珠去买了它 拿出来 拿的是什么 是你现时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不是拿一些 是所有 所有 来到最后 这个杀望的人 这群人 将所有他们的时间心力 拿出来 去捞鱼 鱼到一些海洋生物回来之后 还要做分类 他拿出的是时间精力 泛民事受教于天国的门徒 他会拿一些东西出来 这个字眼 可以有四重解释 第一 可以解驱轨 赶轨 第二 拿一些东西出来 让它释放出它本身的价值 第三 将这些东西分开 拿出来 抽出来 有些东西不好的 抽出来 好的 抽出来 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 不需要留心 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但是 拿一些东西出来 这里的时候 拿一些 这个什么 这里说 拿一些 在地库里面 这些东西出来 你看到英语的圣经的时候 它会说到 这个拿出来的东西 是一样 单数的东西 treasure 单数的一样东西 一个受教于天国的文士 最珍贵 最值得它珍贵的东西 是什么 又是新 又是旧 就是上帝 它从耿古至今的启示 弟兄姐妹 这个律法师 被教导上帝 从耿古至今的真理 这个正正就是 这个受天国之道 教训出来的文士 门徒 最珍而众之的东西 而它将它最珍贵的东西 在那个地库 就是隐藏的地方 为什么要将它隐藏 记不记得第一个比喻 不想让人知道 因为这种东西 它很想得到 但是 最后最后怎样 收起它 不要让人知道 我自己的独门功夫 不要让人知道 还是 拿出来 简单一点 这么说 51、52节 是讲给我们知道 属神的子民 当我们能够真是 全程投入在天国 上帝 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上帝里面 学会了上帝 从耿古至今的 所有的启示教导 和上帝的心思意念之后 我们不会将它 收起 摆起 据为己有 就完结 No 我们是会将它 拿出来 介绍给人知道 活出来 让人见到 上帝 他的教导 是什么 因此 当我们去看 这段圣经的时候 其实耶稣 用了一连串的比喻 从怎样认识 上帝的心思 以至于 他的心思 在这个世代 怎样运作 以至于 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你和我是怎样的心态 去参与其中 将它全面 用了比喻 介绍了出来 因此 比喻 不是 一些 只是讲一下故事 引发你 兴趣 去看一看圣经的题目 或者 让你有空 拿出来 拖拖上口 去答一下 别人 我认识圣经多少 不是 而是要让你 和我 重拾 神 的 子民 应有的生命 怎样活在地上 这个就是 第十三章里面 这个整个比喻篇 的核心 而这个过程当中 就让我们的生命 一路一路 这样去 被上帝的说话 去念 正 所以这个人 会愿意将自己 所有的东西 拿他出来 因为当他 拿了出来 给人之后 他又会 转头再去继续 去尋找 这个天国的道理 是更深层的意识 更进一步 去认识 这位的上主 因此 信徒有一个 这样的过程 就是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和其他的所谓 信徒 假的信徒 做一个很清晰的分别 分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对上帝的说话 我们的处理 和领受 我们的处理和领受 是源自于 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 而不是 源自于 固有的传统 今天的教会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被传统捆绑 传统说要这样 每年要在 七八月搞个报道会 然后十月的时候 搞个陪灵会 然后冬天搞个冬令会 春天搞个春令会 然后到夏天 搞个大旅行 教会这样 运作一千年 就是等同于 一间好的教会 不是 属神的子民 会更加看透这些东西 究竟是不是真的 需要这样搞下去 而搞这些东西 究竟是这样做下去 是不是就等同于 这代表你是一个好的信徒 属神的子民 我认识一间教会 他为了 建他的教堂 足足糾纏了十几年 我最近问他的弟兄 我认识很熟悉他几十年 我说 你们教会 还在搞 我说 这样 是不是即是代表 上帝应该叫你 没有搞 他说 不是 上帝叫我们 是这样搞的 我说 那你继续搞下去 不过我看不到 似乎是上帝的意思 我说 难道上帝不是叫你们 没有搞 所以才叫你们 搞十几十年 没有搞 其实我知他的教会 为什么要搞建堂 因为想赚赔 不过回来 开始引言的时候 我引用了一句说话 中国人经常都说 教晓徒弟 母师父 这种世俗人的手段 其实不是天国子民 应有的态度 耶稣都说了给他听 他会倾朗将他 保护里面的东西 无论过去昔日 旧的上帝的启示 以至于最新的上帝 被他找到的上帝的启示 他会将他 告诉人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反映出 你是否一个真正的信徒 基督徒没有不自私 这个不自私不是反映 只是在你的奉献里面 而是反映在你对人的灵性 他永恒生命的关心 固然我们也要关心 自己个人的宋灵生命 因此为何教会的存在 就是让信徒彼此提醒 耶稣问众门徒 你们明白不明白 弟兄姊妹们 你们明白不明白 我们一起同心同心 天父多谢你 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 看见你那份 与我们交流 交通生活那种 特别的模式 看上去似乎 好像很复杂 但最重要的 是我们有没有与你交心 meeting of mind 求主你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一起的 在属灵的路上 积极主动地去寻寻 当我们找到 上帝你最好的宝贝的时候 让我们向更多人去介绍 分享 活出 或许有人拒绝 但这个 可能在上帝你的计划里面 你有你的时间表 去尊重 求主你的引导 给我们有智慧 晓得 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上面 能够找回一条 能够预备在永恒 与主同活的生命 的道路 祷告奉靠 主耶稣得生命指教 是吗 那么没关系 感谢您的